参与同关之战 沙院之战 大败东魏 灭亡梁朝 多次打败齐军的北周隋国公 隋太祖杨忠 杨忠 自掩鱼 小名卢卢 红龙华英人 北魏到北周时期的名将 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 隋文帝杨奸的父亲 杨忠胡须漂亮 身高七尺八寸 容貌俊美 身材魁梧 五亿过人 剑士精神气量极大 有将帅的才能谋略 北魏正光六年 公元525年 杨忠十八岁时 出外游览泰山 恰逢南朝梁军队攻下该地 杨忠被抓到了江南 北魏永安二年 公元529年 杨忠在南朝梁居住五年后 跟随叛卫祥梁而自立的北海王元昊 进入了洛阳 受任职格将军 同年 元昊兵败 尔珠杜律将杨忠招到帐下 通当统军 北魏永安三年 公元530年 等到尔珠荣遇害 杨忠随着尔珠杜律赴靖阳 找到了尔珠赵 商议废除袁子忧 尔珠赵率领青庄骑兵从并州进入洛阳 实施废地 尔珠世龙 尔珠杜律皆率部同行 杨忠也跟随尔珠杜律赴参与了骑士 朝廷因此赐予其爵位昌献博 受任都督 另奉小黄献博 北魏永熙元年 公元532年 杨忠跟随独孤姓攻克了南朝梁的下寨树 平定南阳都建立战功 即至永熙三年 高欢举兵内饭时 杨忠正跟随独孤姓在洛阳 于是就随着北魏孝武帝元休西迁 进封侯爵 并参与了平定同关 攻克回洛城 朝廷任命杨忠为安息将军 迎亲光禄大夫 同年末 东魏荆州刺史新转 占据乡城 杨忠跟随独孤姓前往征堂 新转战败逃跑 独孤姓命令杨忠与都督康洛尔袁长生担任前锋 驱马直奔扬城 大声呵斥守门者说道 如今朝廷大军已到 城中有人坚毅 你们想要活命 为什么还不逃跑 守门的士兵因此四散奔逃 杨忠与康诺尔袁长生趁机入城 弯攻大呼 新转的卫兵一百多人都不敢抵挡 结果杀死了新转势众 城中之人都畏惧降服 杨忠等人在此居住半年 由于东魏军队逼近 便与独孤姓一起投奔了南朝梁 梁武帝萧衍认为 杨忠是个难得的奇才 任用他担任文德主帅 封官外侯 西魏大统三年 公元537年 杨忠与独孤姓回到了西魏的都城长安 西魏的丞相宇文泰喜爱杨忠的勇猛 便将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杨忠曾经跟随宇文泰到龙门打猎 杨忠独自抵挡一头猛兽 左手紧抱着兽腰 右手拔出了兽舌 宇文泰很赞赏杨忠的勇猛 北方人把猛兽称作掩鱼 因此掩鱼就作为了杨忠的婊子 同年 杨忠跟随宇文泰作战 捉拿了高欢的大将斗太 在沙院之战中大破了东魏的军队 因公升任真兮将军 金子光禄大夫 进封香城献宫 西魏大统四年 河桥之战时 杨忠与五位壮士奋力作战 守卫桥梁 敌军最终不敢前进 杨忠以战功受任左光禄大夫 云州刺史兼任大都督 之后又与宇远击败了黑水一带的姬湖 并同一封解除了玉璧之围 因公改任洛州刺史 西魏大统九年 公元五百四十三年 芒山之战时 杨忠率先冲锋陷阵 因公受任大都督 升任车骑大将军 宜同三司 散其常事 朝廷追封杨忠的母亲 盖氏为白海郡君 不久受任杨忠为都督朔 燕 贤 魏四州诸君事 朔州刺史 家任侍中 飘骑大将军 开辅一同三司 东魏包围隐川时 蛮夷主帅田柱青 凭借险要发动叛乱 杨忠率军前往征讨 并平息了叛乱 西魏大统十五年 公元五百四十九年 当时侯景渡过长江 梁武帝兵败受到重创 南朝梁的易阳郡守 马伯福 献出夏寨臣投降西魏 西魏朝廷趁此机会 准备谋划汉水 盖水一带 便任命杨忠为都督三京 二乡 二广 南庸 平信 隋江 二臣 西 十五州诸君事 镇守阳城 以马伯福作为向导 攻克南朝梁的齐心郡和昌州 南朝梁雍州刺史 岳阳王萧玉 虽然向西魏称番 但还怀有二心 杨忠从阳城出发到汉水边 解怨军队大势兵威 便命令士卒换了旗帜 按照次序前进 其实不过只有两千兵马 萧玉登上城门观望 误认为其有三万兵马 这才感到震惊并且真心顺服 当时南朝梁四周刺史 柳仲理留下其长使马舅 镇守安禄 自己率领一万兵马进犯西魏 起初南朝梁近邻郡守 孙昊献出齐郡前来归附 宇文泰命令大都督福贵前往镇守 当柳仲理兵到时 孙昊捉住了福贵投降 柳仲理派遣部将王书孙 与孙昊一同守城 宇文泰发路 命令杨忠率军南征 攻克了南朝梁的隋郡 活捉了守将环和 一路索金之处的陈宝和银磊 全都望风请求投降 即至西魏大统十六年正月 杨忠围攻安禄 柳仲理听闻隋郡失陷 担心安禄守不住 便急忙返回救援 朱将担心柳仲理的援兵抵达后 安禄就难以攻克 都请求加紧攻城 杨忠却说道 攻守双方态势悬殊 不可能迅速攻战 如果我军拖延时日 劳顿军队 内外受敌 这可不是好办法 南方人大多习惯水战 不熟悉在原野作战 柳仲理的军队就在附近 我军出其不意 以骑兵突袭 敌军懈怠 我军奋勇 一举可克 打败了柳仲理 那么安禄就不攻自破 其余各臣 就可以传送文告 而使他们平定 于是 精选了两千骑兵 为了防止喧嚣和暴露意图 令所有人口中 都含着小木棍 趁夜偷袭 在宗头与柳仲理遭遇 杨忠亲自冲锋陷阵 击败并擒获了柳仲理 把他的军队全部俘虏 马昼献出了安禄投降 王苏生也杀死了孙昊 献出静宁投降 一切都按照杨忠事先的计策实现 从此 汉东之地 全部属于了西位 同年2月 杨忠趁胜 抵达石头城 意欲禁逼江陵 梁元帝萧毅派舍人鱼各 前往雀说杨忠 说道 萧毅目无尊长 竟然进宫苏父 而魏国帮助他 这怎么能使天下归心 杨忠听到之后 就停滨于一见本 萧毅派舍人王孝寺 送来了其子萧芳略 作为仁智以求和 西位朝廷答应 萧毅与杨忠定立盟约 约定 魏国以石城为封疆 梁国以安禄为国界 请求按照附庸关系 护送儿子作为仁智 发展贸易 以痛有无 永远作为宁邦 和睦相处 杨忠于是凯旋回师 因公进封爵位为 陈流郡公 位置大将军 即至西位大统16年12月 梁元帝之兄 少林王萧伦 在鲁南修筑陈池 召集士兵 准夺夺取安禄 西位 安州刺使 马右把这一动向 报告给了 丞相宇文泰 宇文泰又派杨忠 带领一万人 前往救援安禄 来年正月 梁元帝禁逼 少林王萧伦 萧伦北上 与前任西林郡守 杨思达 邀请隋 鹿州的土豪 段真榜 下侯针掐 何某把人质 送往北齐 准备出兵 来侵犯西位 鲁南城主李肃 从前是萧伦的部下 于是 打开了城门 接拉了萧伦 梁元帝 秘密通报给了宇文泰 宇文泰又派杨忠 率军讨伐萧伦 杨忠围困鲁南 李肃战死 二月初一日 杨忠在黎明时 发起进攻 午后就攻陷了鲁南 活捉了萧伦 列举他的罪状 然后将他处死 并将他的尸体 扔在了江岸边 同时又活捉了 安乐和消防 也将他杀死 当初 杨忠活捉柳仲理时 待他很好 柳仲理到了金师后 在宇文泰面前 却说了杨忠的坏话 说他在军中 大肆剧脸金银珠宝 宇文泰打算调查此事 但是爱惜杨忠的功劳很大 所以没有过问 只是把他调出了金师 杨忠知道后 心中非常老恨 后悔当时没有杀掉柳仲理 所以这次活捉 萧伦等人 就将他们全部杀掉 公元552年 杨忠再次发兵攻打南朝梁 将汉水以东地区全部占领 杨忠对待部众很宽厚 因此很快便收拢了 新归属地方的明星 西魏工地初年 公元554年 朝廷赐信杨忠普六如是 监管同州事务 9月杨忠奉命 与长山公于景 中山公宇文户 带兵5万进攻南朝梁的江陵 10月 西魏军队从长安出发 11月 魏军渡过汉水 当时杨忠担任前军 于景命令杨忠与宇文户 率领精锐骑兵先占领江京 然后囤守在长江渡口 切断梁元帝东逃的道路 梁军用刀绑在大象的鼻子上 赶在前面作战 杨忠用剑射像 两只大象回身而走 不久 魏军大败梁军 攻陷江陵 杀死了梁元帝 西魏朝廷 立萧玉为南朝梁国军 命令杨忠镇守阳城 形成犄角之势 后平定盖水流域 蛮族部落 北周孝敏帝元年 公元557年 孝敏帝宇文爵 受善登基 建立北周政权后 杨忠入朝 担任小宗伯 北齐军队侵犯 北周东部边境时 杨忠出兵 镇守普拜 北周明第2年2月 北齐北豫州刺史 司马骁难 请求投降北周 3月 杨忠奉命 与达西武率领5000骑兵 前往迎接司马骁难来降 他们从小路 寻入北齐境内500里 前后三次派遣使者 与司马骁难联络 但都联络不上 到距离北豫州 虎劳城30里的地方 达西武怀疑情况有异变 想要返回 杨忠却说道 我们只有前进赴死的责任 没有后退求生的道理 于是 独自带领1000骑兵 连夜赶到城下 虎劳城四面极为高陡 犹如绝壁 只听得城中传来 一阵阵巡夜人 敲木棒的声音 达西武亲自赶来 指挥数百骑兵 退却西去 杨忠指挥剩下的骑兵 原地不动 等城门打开进城后 才急忙飞驰通知 达西武前来 北极镇守城池的将领 福敬远 指挥贾市2000人 聚守东城 点燃烽火 严加警戒 达西武感到害怕 不想保住城池 于是就大肆地掳掠财物 让司马骁难和他的部署 先回西位 杨忠带3000骑兵殿后 军队行底 落水南岸时 将士们都解下马鞍 躺在地上休息 齐军追赶过来 到达陆水北岸 杨忠对将士们说道 你们只管保持一顿 现在我们处于必死之地 敌人怕于我们之拼命 一定不敢渡河而来 将士们听令吃完之后 齐军装出准备渡河的样子 杨忠指挥骑兵 立马奔驰前往迎击 齐军果然不敢逼近 杨忠于是慢慢地 引领军队平安返回 达西武不由地感慨道 我达西武自认为是天下健儿 今天在杨忠面前算是福气了 杨忠因公身为驻国大将军 北周武城元年 公元559年 杨忠进封为隋国公 十亿一万户 另有靖陵县十亿一千户 收取其诸税填付 随即担任御镇中大夫 北周保定二年五月 杨忠升任大司空 北周保定三年 公元563年9月 朝廷任命杨忠担任元帅 统帅大将军杨转 李牧 王杰 尔珠敏 开府元寿 田红 慕容颜等十余人 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人 与突厥从北陆出发 讨伐北齐 朝廷同时命令 达西武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 从平阳南路出发 约定好时间在靖阳会合 十二月 杨忠留下尔珠敏 转据十份 派兵在黄河边巡逻 杨忠从武川出发 经过自家从前的住宅时 祭祀祖先大宴将士 迅速攻占了北齐二十多座城池 北齐军防守靖岭的山口 杨忠出齐兵奋勇进击 大败齐军 同时留下洋转 囤守在凌丘准备主击 从后面来救兵 突厥的木杆可寒 地头可寒 不离可寒 率领十万骑兵前来会合 北周保定四年 公元五百六十四年正月初一 大军进攻进阳 当时大雪年下几十天 寒风净烈 骑军便全部出动精锐部队 辣喊地冲出城来 突厥骑兵震惊 带着兵马退回西山 不肯与齐军交战 众人都感到恐惧不安 神色大变 杨忠命令部下说道 城市在天 不必考虑人数多少 于是率领七百人 与敌军展开布战 阵亡的有十分之四五 由于达西武务期不至 周军只得撤退 齐军也不敢进逼 突厥趁机 放纵兵士大肆强掠 从沁阳直到平城 沿途七百余里 人畜劫掠一空 俘虏杀死很多 北周五帝宇文雍 派使者到下周 迎接慰劳杨忠 杨忠到京师后 宇文雍在宴会上 对他大家赏赐 宇文雍准备任命 杨忠为太父 进攻宇文户 由于杨忠不敢依附自己 从中作梗 于是改授杨忠为都督 静忧凌云严险 六州诸军事 静州总管 北周保定四年八月 杨忠会同突厥 讨伐北齐 兵到北河后 便返回 十二月 北周东征北齐 宇文户出兵洛阳 命令杨忠从沃野出兵 接应突厥 由于精粮短缺 军中担忧 想不出办法 杨忠说道 应当暂时想办法来解决 于是 杨忠派人 把几乎众首领都骗来 让他们坐在一起 让河州刺史王杰 统帅士兵 敲着战鼓 赶到这边 杨忠故意装出了吃惊的样子 问王杰要干什么 王杰回答道 大总仔已经攻下洛阳 天子听说 赢州下州之间胡人骚乱 于是派我来除掉他们 接着 让突厥的使者 骑马前来报告说 可汗已经进入并州 留下兵马十万人 在长城下待命 因此命令我来向您请求 如果有几乎人不肯归顺 就来这里一起打败他们 在座的几乎众首领 听到之后都很害怕 杨忠便假装安慰他们 并说了一番道理 然后放他们回去 于是几乎各部落相继归顺 送来的各种粮草塞满了道路 军粮因此充足 由于宇文户首先退军 杨忠也罢兵返回了镇所 杨忠因政绩突出 宇文雍下诏赏赏赐钱三十万 步五百匹 骨子两百胡 北州天河三年 公元568年 杨忠因病回京 宇文雍与宇文户 曾多次亲临看望 同年七月初七日 杨忠去世 享年六十二岁 追赠太保 都督同朔等十三州诸军事 同州刺史 原来生前官职照旧 刺世号还 其子杨坚 习成了他的爵位 即至隋朝开皇元年 公元581年 杨坚登位称帝 建立隋朝 追赐杨忠为五元皇帝 妙号太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